M.A.D 宇宗哥是當教練這場 直接把輔助兩隻寶牌給BAN掉了 他是想出什麼 然後對方這裡呢 選了拉茲跟星葵 再加上一隻瑞克前期超強 前期超強 然後敵方應該沒有辦法選超人 他這個如果想要選超人的話是出本牌的 這場 那實在是很難受喔 我會被那個拉茲跟星葵跟瑞克 直接弄到底 然後輸前期打 雖然史蘭茲後期Counter輸 但是呢 輸在前期是絕對可以壓制史蘭茲 絕絕對對對 他這場要怎麼選 赫萊蘇 赫萊蘇 get it 赫萊蘇 安選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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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像笑成這樣 這是什麼 我想一下 誰打野啊 哇 好像誰打野都行 他如果 前面 他應該是 我想一下喔 因為拉茲 星葵 瑞克前面四等一定會對於下路做很強大的壓制 他應該是讓戰士去扛 龍馬或是安格列去扛 去扛這一 就是 扛那個 敵方的進攻 這個三人線的這個 這個部分 所以 史蘭茲應該 會去 要嘛第一個 掉線 他應該是掉線 然後再來就是 他轉打野也可以 安格列或史蘭茲都可以轉打野 都可以轉打野 然後龍馬也可以 所以他這個可以錯位再錯位 就看他自己 他自己 他自己會怎麼選 因為 HK這邊的選角就 就很明顯了 他前行超強 他前面 直接跟你打四等 那他這個是 安格列打野 OK 但是前面史蘭茲 那他這個史蘭茲應該就是要掉線了啦 就是要掉到說 就是不要 不要去跟敵方對到那個三人線的那個地方 不然那個星葵 拉茲 進來 他死定了 他那個死定了 這個會很難受 那我們廢話說錯 馬上進入到我們今天的實戰解析 欸 他又換了一次 他又換了一次 我看一下 他 OK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反正史蘭茲放到打野 放在野區 他就是盡量先龍吧 然後讓雙戰士來去扛 然後對了 順便跟你們科普一個指示 安格列打輸是 就是在四等之後是 完全很好打的 因為 輸掉狙擊 安格列可以直接轉進去 然後那個之前那個什麼 國外的連區 國外的賽區有用過 有示範過 就是他們很愛選安格列 然後他們就是看到 直接給他轉 直接開開的 覺得馬賊這樣騎進去 那個輸 沒有辦法去 這場輸我個人覺得 他有點難受 他有點難受 沒辦法 敵方那個選角 這個選角 從這個當教練 新的陣容 讓我們看到全新的Mating 是嗎 這一個對於射手打野 然後雙戰邊的理解 然後重點是他這場真的是 他這個安格列選下去 非常有價值 就是 那個輸跟那個拉子 尤其是輸 尤其是輸 很難受 哇 卡娃伊這裡直接修一個超錯 一個瞬移 躲掉第一段 然後再一個E技能嗎 沒有抱歉 直接被E技咒爆 這沒辦法 敵方三個人 但是他把兵線清掉了 至少他沒有掉太多的經濟 然後 反正你就記得 這個一定是這樣子打的 這沒辦法 你看那個拉茲跟那個星葵 這個連動 就是要有一個人去扛 那如果剛剛是實安子去扛的話 那他已經爆開了 然後他們的進攻點位也非常的到位 就是 HKA這邊選擇進攻的是龍馬 因為如果選擇進攻那隻安格列的話 他沒有辦法死 我這邊E技又秀了一波操作 哇 大雞雞啊 哇 E技太強了吧 我的老爹 現在看起來呢 HKA進攻的點位都是非常到位的 然後他們非常了解就是 打那個安格列 打Gank 所以他們 你看他們一直往上包 有沒有 中路跟打野一直往上去Gank 想要Gank那隻龍馬 因為龍馬相對於 安格列 是 好Gank很多 因為安格列有 他那是什麼 他就是不會死 他太大學 有那個無敵 就會很麻煩 偏難受 你轉進去搞不好 還有機會被他給帶走 然後他一定可以把兵線 直接給做清理的動作 然後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0322的戰士是玩得很好的 他的龍馬 他的伊耶娜 然後以及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 安格列之前如果你有看 那個 小郭的 那個什麼 灌尾的 不不不不 冰山2的那個直播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他的安格列 玩得滿告白的 然後就是 會玩的 會玩的 這邊直接放線安格列 過來了嗎 不要倒 往前瞬 哇 被擋下來 但是他這個很麻煩 他這個很麻煩 要騎進去了 要騎進去了 好煩的一隻角色啊 他就是直接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讓那隻史蘭茲來去 做一個絕食 讓史蘭茲去吃錢 然後史蘭茲趕快做發育的動作 因為史蘭茲放在 不管任何射手放在打野位 發育就會比較快 可是相對的 你隊友要幫你做cover 就是你隊友要幫你扛 所以他們才會出這種雙戰士 那這個戰士的BP選角 有東西 這個 這個 這個選角很特殊啊 很有東西啦 下路 下路 這個馬騎進去了 但是人又 骷髏又被開 他確定 騎得進去嗎 可是有回家耶 有回家 下馬 OK 再一個二技嗎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你看可以看到 就是安格列很煩 有沒有很煩 超級無敵煩 超麻煩 然後卡外這邊 斷這個兵線也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敵方在下路已經露頭了 非常合理的這個 斷兵線 然後他就可以過來跑支援喔 中路塔可以摸一下吧 中路塔可以摸一下 中路塔可以摸一下 好摸了一下 大概四千滴血 可是拉茲這邊的掛牙 Easy 薑是老的辣 Easy好笑啊 哇 Easy真的強啊 不得不說 真的強 真的強 他的意識 他的操作 不用說 滿分 滿分鐘的滿分 厲害 現在 Easy真的是 超級老化石 他根本就是鬼吧 我的天 又出去了 又出去了 哇 沒有人可以打到他 哇 你看 如果你是選擇進攻 安格列的話就會長這樣 哇 沒有辦法 他一個人扛三個啊 哇 他一個人扛三個啊 哭啊 好猛啊 安格列 欸 各位不要亂學 人家這個是打 這個是已經想好的計畫的 有點東西 有點東西 好難受 我跟你說那個書真的很難受 真的很難受 真的很難受 他沒有 他沒有辦法打那個安格列 哇 太難受了 唉唷 不過這個 預判可以喔 他預判的Easy 所以可以可以 還是這個龍 這個龍要先吃嗎 先吃吧 對啊 因為他8分鐘的那個會有debuff 應該是等8分鐘的那個龍 來我們看下路 又來了又來了 哇 回不了家 他要騎進去了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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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可惜 哇 他在你修爆 你看 真的沒有辦法 他打那個鼠就是長這樣 他就直接騎進去 騎進塔下 哇 太煩了 完蛋了 Easy要被制裁了 這個應該是死定了 這個 他還是太扛了 哇 沒辦法 他盡力了 那這個中塔可能會被摸一下喔 欸不摸嗎 不摸 怕非常的穩 怕被敵方補防的人給gank 然後呢 在我們說著說著 你可以發現安格林 你看安格林又來了又來了 有沒有 他就直接把那個 敵方的那個什麼 哇 真的難玩 這真的沒辦法 這真的沒辦法 他這個選角真的有東西了 然後重點是 來各位 剛剛我們前面說過了 史蘭茲後期是不是很高大叔 對吧 他 你有沒有發現 史蘭茲這場 他們很明顯的這場 不是保032 是保演員 這場演員過得超級爽 然後他到後面的時候 他會站出來 他到後面他一定會站出來 因為你的雙戰邊已經幫你扛非常多了 前面已經幫你扛了好幾次的擊殺 然後演員就是不停的發育 他現在的經濟啦 應該6000吧 看一下那個 導播可以看一下今天 6200 OK 6200 哇 很肥過得很爽 你看一隻史蘭茲這麼前 這麼後期的角色 他竟然發育可以放在哪一位 然後可以發育成這樣子 這個完全 進入了他們的那個什麼 就是他們想要的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想要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呢 後期的會戰我已經想好了 032的那隻安格列就是 你看他一直逼那個蘇的位置有沒有 讓那個蘇的位置非常的難受 因為蘇如果站在他前面的話 那安格列會直接來去開大決 直接跟著你 完蛋了他又開進來了 他又開進來了 這幾台車 這幾台車 那樣呢 有點風 這個車 這個車 好酷 這個車好酷 然後前排沒辦法 哇直接把 哇 這個安格列選的太有價值了 他整個錯位錯到說讓 讓那一個 讓那一個 讓那一個史蘭茲 避掉那個敵方前期非常強的 非常強的那個 那個組 星葵拉茲 然後輸 直接讓安格列去承受 然後那安格列 一上四等沒有人想gank他 沒辦法知道 那個龍馬 然後龍馬自己也非常的 自己也玩得非常好 之後死掉兩次而已 已經 他已經扛的很多了 這個就是你有時候必須 邊線必須去做犧牲的動作 就是要幫 因為你要知道你的 主要 這場的目標性在哪裡 這場的目標性很簡單 安格列直接讓敵方後排 中路跟射手 燈出掉 然後讓他們沒有輸出之後呢 史蘭茲可以在前面穩穩的射 然後重點是他們還有 他們除了充牌 還有一隻 克萊斯當在最前面 這個選角 哇 宇翔 不是宇翔 宇忠哥 當教練 有充希的 有東西了 宇翔哥 愛情我喝酒了 幫你吹成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現在呢 HK也非常聰明 直接讓西西跟寶哥 就是 他們這兩隻 畢竟比較能扛 然後也不會 要怎麼說 就是 如果你讓蘇出去這樣子的話 很容易可能就被安格列給炸掉了 至少他們兩個比較坦 然後來去做斷邊線的動作 他們現在在拖時間 拖得好啊 然後打他也是一樣 直接利用他的這個多段性位移 直接進來 拖個時間 然後只剩下中兵 很好 拖時間拖時間 喔 這波 HKA的這波 他是想要抓人 他是想要抓人 想要抓那個 卡哇伊可是 哇 爺爺的位置 他可能要拉掉了 這裡可能 阿死了 可是還有復活一下 隊友來了 來得及嗎 幫他拖一下 擋住 哇 這安格列要騎進去了嗎 安格列室友大絕的 室友大絕的 完蛋了 這沒辦法逃了 哇 太無情了 這太無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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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好難受 這安格列騎過來真的好難受 然後現在一樣派西西的瑞克跟阿寶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阿狗 洛伊 來去做斷邊線的動作 然後再利用回程 直接回到安全的地方 至少這樣比較安全啦 至少他們這樣子做比較安全 然後這兵線拖時間 看看能不能拖到說 最後可能打個一波會戰 有機會的那種會戰 他們只能這樣子 不然正面衝突 打兵 好來 這波應該是要打一波進攻了吧 應該是要打最後一波了 應該是有機會的齁 那個安格列清完兵線 然後過來 直接摁進去嗎 安格列應該要騎馬了吧 應該要騎馬了吧 騎馬 騎馬 飆到完蛋 哇哇哇哇 安格列要進去了 安格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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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選擇騎那個 他選擇騎梳 你看那個梳 真的沒辦法 然後再下馬 哇 撐不住啦 哇不行不行不行 真的撐不住 哇太難受了太難受了 喔 這波這波 這波有秀 差一點帶走 啊 完蛋了 他們進去點他就結束了 哇 不行 不行 沒辦法 撐不住 太坦了啦 太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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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力了 我的老天爺啊 哇 超級大難戰士流 藍之的輸出位 非常之好 遊戲結束了 哇 恭喜MAD 哇 這把你的宣教 好吵啊 哇 錯位再錯位 誰想得到啊 這安格烈選了這種架子 喔 小郭笑了 這個哇 我的老天爺 厲害 這波選角 MVP MVP是誰 我想一下 教練 MVP應該是安格烈 你看那個安格烈 有輸出又扛傷 哇超煩 超級 這MVP應該是安格烈啦 因為安格烈做太多事情了喔 他扛到說 敵方三個人過來 GANG他也沒有用啊 然後讓那個史蘭茲 很穩很穩的發育 然後後面 才有史蘭茲的輸出 OK 好吧 沒關係 我 我必須說 安格烈真的做很多事情 奇怪 欸不是 剛剛選MVP的人 看一下 要有前期才有後期 好不好 你要 算了 我真的不知道該做什麼 他們好像只會看那個 數據上面的顯示 但是 叔叔看的是 中間的過程 中間的過程 那個安格烈太有價值了 歡迎各位在下面留言 你對於這場的看法 我個人覺得這場的BP 真的意想不到 好不好 他錯位再錯位 然後讓史蘭茲擺到一個 很舒服的位置 然後讓你的雙再變來去扛 然後那個安格烈真的是超煩 煩到說那個叔真的沒辦法玩 哇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這場BP太漂亮了 我們 繼續看下一場 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記得幫助按讚 恭喜MVD 拿下首勝 不是拿下首勝 拿下首勝 繼續看下去 下一個看的 拜拜